最近有网友发现 在韩剧《造后者》的大决局中 女主角身后的海报明明是咱们中国澄庆 却被辟了座山冒充首尔 引发网友热议 大家好 这里是小刘播报 《造后者》是由网菲头拍去年上线 一部与女性视角讲述的政治与复仇的故事 剧中金喜爱饰演的黄岛西 本是为一家财阀集团处理公关问题的战略企划市长 后来她与钱东家反目 就帮助文苏丽饰演的律师吴景叔 参加了首尔的市场选举 然后咱们来看看片中大结局的这段视频 画面中金喜爱背后的巨幅首尔园经海报一派繁华 可中国网友看这个场景 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是我们中国重庆吗 这件事马上就得到了重庆本地网友的证实 他们调侃道 妈妈 我在咱家的南山老军洞就拍到韩国了 更有人发现 剧组把后面的山屁成了首尔的南山塔 还试图加点雾来掩饰 搞得大家是啼笑皆非 不过有人觉得这很过分 也有人觉得不要太敏感 小楼就查了一下 目前韩国网络上对这件事还没有什么反应 其实韩国影视业使用的不少小商品道具 都是中国制造的 因为可能他们随便网上买一买 有不低的概率就买到中国产品了 还有网友专门整理过一些热门韩剧中 疑似使用中国产道具的画面 不敢说是100%都是 也有99%像是了 这些年中国产品似乎越来越受到韩剧的青睐 比如同样是在2024年上映的古装奇幻剧幻象链歌 演员佩戴的各种耳环头饰 早就在中国网上有售了 其实咱们中国制造物美加连 韩国要买我们也十分欢迎 可是他们偏偏打着保护韩国文化的旗号来抵制我们 这就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比如前几年的韩剧朝鲜去摩师 才播出没几集 就因为所谓的歪曲历史被韩国观众抵制到停止创作连夜下架 而所谓的歪曲历史竟然是因为剧中出现了中国的月饼皮蛋和服装 今年8月一部宣传韩国女性的剧集正年横空出世 这部剧由韩国漫画改编 讲述的是韩国上世纪50年代一个贫穷少女打破自身局限 成为顶流明星的故事 但证据还没播出 大家就在预告片中发现 主演的服饰不仅有汉服特色 甚至还有千首观音的画面出现 而这部剧故事背景的概念 更是明显借鉴了日本保种歌剧团 除了剧团全部采用女性演员这一基础设定之外 连制服和团名都是直接借鉴了 其实这些事看下来 韩国影视到底是元素共用还是文化挪用咱们先不说 但这其实只是一件反映了咱们中韩经济紧密联系的小事对吧